1 2 3 揭开红色布条也开启了新竹县内原住民文件站新的里程碑 去年底陆续完成设立的七家文件站 大多集中在坚石以及五丰原乡地区 31号在竹东镇也完成设立五间文件站 让千居已久的长者相当期待与开心 这个还没有成立以前就很少了 我们都会去 我大概大部分的时间都去医院了 不好啊 里面有什么活动我会造势天天来 那我们的想法就是 那何不如就是把我们五丰乡 千石乡 这两个乡民在竹东生活的 那我们就成立这样的一个机构 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竹东生活的原住民老人 能够有更多的照顾 能够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欢乐 那也让他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竹东镇是新竹县原住民人口最密的乡镇 人口数大约有四千一百三十九人 因此五间文化健康站的设立 成为了都市原住民老人长期照顾之种子与先驱 为了照顾更多千居都会的族人 县长杨文科允诺将会协助争取 我们这一次在文件站方面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想我们原住民处就云天保处长这个地方 我会跟他商量只要有需要 我们经费会去争取 然后再来增加设置 接下来五间文件站将从周一到周五 提供全天候的服务 除了上午在长者做运动之外 也将会安排访试等工作 守护都会区长者的身心灵健康 原汐新闻是五六新竹主动采访报道